我們看到一個禮拜的開始 國民黨團就召開記者會 然後利用陳忠誠大火 繼續來進行政治鬥爭 那我們覺得國民黨真的是非常的不應該 因為這樣的一個大火的產生 沒有人希望 也沒有人會看到這樣的大火 而沒有死了這麼多人命 然後大家都一樣是在檢討的一個過程 那陳其邁市長呢 基本上大家都知道 他的個性很嚴謹 他的自我要求很高 所以在這一次陳忠誠的大火 他完全是扛起責任 包括就是說主責的公務局長 跟消防局長也已經下台 來做初步的政治責任 後續的一些行政上 是否有要再追究的 陳市長也從來沒有拒絕任何人 來進行陳忠誠大火 後續的檢討 但是看到國民黨呢 就只會消費陳其邁 然後不斷的來鬥爭 要逼陳其邁下台負責 我們只要用同樣的一個時空的一個設想 當年新北市發生了八仙城暴 一樣是有很多年輕人被火燒傷 甚至失去生命 當年沒有任何人在這件事 希望去進行所謂的政治鬥爭 尤其我們知道當年朱立倫在當國民黨主席 他也是新北市長 那個時候剛有南民進黨跳出來說 朱立倫他要辭主席 或者朱立倫新北市長要下台 所以發生這種不幸的事情 我想整個社會還是希望趕快檢討問題 然後把這個災難的後續 那該去做補償 該去做災後的復健的工作 該去做修法的工作 我們趕快做 不要在這裡搭手 然後來做政治上的這些撕裂